长岛冰球 市场需求 纽约长岛人职业冰上驱棍球队 New York Islanders 是于1972年创组 本球季恰巧在新洛城启用的瑞银球场 Uberina 庆祝建军50周年 长岛人对于10月29日晚间 在主场迎战来自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雪崩职业冰球队 全队在第三节逆转落后局面 中场以5比4胜处 拿到本季首次三连胜 长岛人队当年是和纽约油气兵队协调之后 开始专注于长期经营长岛的 区职业冰上曲棍球市场 这支球队原来只是勉强使用设备 已经老旧的内苏郡退伍军人纪念球场 Nassau Veterans Memorial Coliseum 作为主场 然而经过前任球队东主王嘉莲先生 Charles B. Wang 多年的辛勤破话奔走 如今终于催生出一座悬址还在长岛 崭新的多功能球场 长岛地区的家庭 从此确保了接触冰球运动 和欣赏冰球比赛的机会 新的场馆设计友善 集合运动竞技 娱乐演出和社区活动等功能 2022年10月29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